佛光照大地 发心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艾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新春活动 特地邀请到松山区还有信义区等区里长 一起到佛光山台北道场一起为礼民祈福 希望新的一年疫情赶快退散 大众平安 众人们手持烛光 聆听经文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 疫情早日退去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松山区信义区等附近的好邻居 共50多位区长和里长共同祈福 而佛光山长期协助社区的善举 也让区长们感受到暖暖善意 佛光山在社区其实一直以来都跟里长们合作得很愉快 去年防疫期间也有在推广防疫们的捐赠 另外还有一些推广速食的活动 让社区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温暖 我一直觉得大师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修道有成的大和尚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法师身作好事 口说好话 然后心存善念 我想这样子大家都能够平安吉祥 佛光山洗手社区将正能量传递出去 趋利祈福活动迈入十二年 台北道场今年除了祈福活动之外 也带领大家到佛光园美术馆欣赏精美的文物 传递文化之美 并发送结缘品感谢大家服务里面的辛劳 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最基层的 也就是为基层服务的里长他们来为他们的里名来祈福 希望能够安定社会人心 各位里长你们带着这个地方真的是在基层照顾 我们心中没有回去我们也小心谨慎 那像是这个好像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过去 佛光山与去里长们同力合作 关怀地方看见基层需要 创造共融环境 台北道场透过一次次与区里长们的互动交流 在新的一年要持续为社区注入满满的正能量 人间卫视成云亭秋奇恩台北采访报道